最新出入的金曲歌后 徐佳瑩开心举办庆功宴 这次拿下女歌手及最佳贵专辑 两项大奖 因为拿奖太兴奋忘我 当众跟男友比尔甲接吻闪瞎大家 也成为典礼亮点 被问到跟男友的接触 嗯...有点害羞 就是咒目睽睽下的接触 对啊 还没有私底下的接触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是 只是凭着一个不想输的一个精神 就乱亲一通 而且他丝毫不在意 把我头发弄乱这件事 小两口这么甜蜜 同样显身金曲的比尔甲妈妈 看到儿子女友得奖 竟然被目睹痛哭失声 痛哭失声 你有听到 因为甲妈妈她其实对我一直都很好 然后她也很期待我这次可以得奖 所以她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当然就是是很开心 很最有开心的看 而今年颁奖典礼最大的亮点 就是老肖转战主持 发达给她很高的评价 哦我觉得她今天好棒哦 有没有想挑战下一届吗 可是我觉得那个手的那个 我觉得她这几个月一定狂上才艺班 可是我 哈哈哈 她今天我觉得表现也都非常的充容 然后 而且她自己也放得够开 很放松 就最后一怕跟大家互动 那里也超好笑的 我觉得她真的还蛮棒的 已经拿下金曲两项大奖的 LALA也表示 如果有人找她主持 她也愿意挑战看看哦 LALA也表示 如果人们有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定会订阅 打赏 打赏